这两个词 A和B这两个选项 都是说渴望的 但是怎么选 别着急 首先从含义上来说 咱们做个区分 用eager的话 是一种急切的渴望 eager 而用long的话 作为动词 是长时间的渴望 这是从含义方面 最关键要从词性上来说 例如eager 它是用于形容词的 虽然它前面肯定有个必动词形式 叫渴望的渴求 举例说明 孩子们渴望 打开他们圣诞礼物 the children are eager to open their Christmas presents 你看这里就说 必动词加形容词的结构 再看 他渴望学习更多知识 he is eager to learn more knowledge 这儿呢 你看你不能把意思给去掉 你说he eager 那不行 因为他不能当动词 是他作为形容词出现的 而咱们这个long呢 他是只能啊 他既能当形容词 叫长的 还能作为 渴望是作为动词的 所以说呢 他就如果作为动词的话 前面就不需要必动词了 这点要注意啊 例如我渴望 再见到你吧 I long to see you 你不能说 I am long to see you again 再看 他可能有一天能退休环游世界 是吧 she longs for the day when she can retire and travel the world 你看 long前面就直接是 当位语动词了 至此 咱们这个题同学们选啥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清楚吧 选错同学啊 你就是那种动物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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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